得知硝烟恋化了陨落新年 为何韩风不怒反省呢 从最新的预告中可以看到 硝烟与内院的长老已经联合 向韩风所在的封城禁军 要与韩风彻底了结种种恩怨 而硝烟与韩风这个师兄 也是迎来的第二次交手 两人相见之后 都对对方的实力有了新的认知 尤其是韩风 当他看到硝烟将手中的碧绿火焰分裂而开后 顿时知晓了陨落新年被硝烟恋化了 而韩风看到这一幕之后 为何不怒反省呢 当初韩风就是因为陨落新年才会对内院出手 可惜自己功亏一篑 与陨落新年插肩而过 以为不会再有机会得到他 但现在却是看到硝烟将之带到自己面前 让他觉得又有了机会 且硝烟身上还有青莲地心火 韩风肯定是兴奋不已 不过让韩风更为兴奋的是焚绝的奇妙之处 一个人想要将两种一伙融合 即便有焚绝也不见得能够做到 毕竟在他们之前 并没有得到这种验证 搞不好是引火烧身 而硝烟却是能够将两种一伙融合 这也算是帮助韩风验证了焚绝的特别之处 确实是能够将一伙融合 所以韩风才会像中了大奖一样 兴奋到癫狂 心中发狠一定要杀了硝烟 要夺走他的异火 得到完整版的焚绝 可惜韩风高估了自己的战力 最后被硝烟啪啪打脸 不仅毛都没有得到 反倒是自己多年的积蓄 都上交给了硝烟 还意外帮助硝烟将美杜沙拉拢成自己人 对此大家怎么看